婚姻遭遇危机 她看老公已经毫无优点 背叛却理直气壮 她又在坚持什么 努力劝说 只为矛盾可以化解 百姓小姐 我的妻子嫁人了 正在为您讲述 上节节目当中我们讲到 在百姓调局员劝导闪闪的时候 闪闪告诉百姓调局员 她是非离婚不可 面对闪闪这种态度 百姓调局员非常的不解 闪闪为什么要离婚呢 难道就是因为王军的出现吗 有啥人家说 无论他为啥打我 无论我换个站 我躲到地上 打我打人家 我为啥就了 在去年过 有啥人家说 你爸爸挑年 挑年 我给你说哪句话 我不想你 你说好了 不是 你看 你说了你的病了 你不敢 你不是要再说过了 对啊 是 我对自己的内容不好 从刚才这一段话语当中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在以前的婚姻生活当中 闪闪和康帅闹过很多次的矛盾 对于这些问题 百姓调局觉得 如果因为这一点小问题就离婚 那么他们也太把婚姻当儿戏了吧 康帅告诉百姓调局员 闪闪背叛婚姻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曾经他不惜用编造谎言来给自己制造外出的机会 那是江一龙 他哭着我十足 别 我平时 他说他哭着他妈有病了 跟医院的 都说是 他说他娘也妈了 那你怎么去看看 他说他自己去 那是五年 他自己去 这个跟开工 叫我赖子去 我那家子我进去 我那家子干嘛的 我那家子得你 资源给你走 他妈说你哪有资源 这个叫他透过水 古然康帅以错知错的做法不值得提倡 但作为人妻的珊珊 竟然在婚内 公然的和别的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 这样的做法 恐怕是任何男人都无法接受的 那时候说了一些事情 并没有说大的方向没有矛盾 并不是说人家对你不好 而是你个人不肩肩 不把自己的 我都对你亲了 我说我快不赖子 我把他打错 我康达你 我坐在地上 我死了 我还打破了 我总要永远给咱俩 我两人必有必要去撕 你找我自己破了 最后我把他挖在旅里了 你说 我一想你 我说一下 说到动手打闪闪 康帅无言以对 他表示事情过去太久 早已不记得当年动手的原因 事情到了这儿 百姓条件觉得 一个巴掌拍不响 闪闪和康帅的关系 发展到现在 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 面对百姓调剧员的批评 康帅表示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而且之前的动手 也是因为闪闪有过分的行为 一计之价才会这样 其实除了这些矛盾 他们的日子还算是挺好的 不然婚姻又怎能够维系长达七年之久呢 你说常常对你不好 我完全不相信 是啊 我常常对我 对 可是我看人家对我 我关不过这些的钱 我跟他背会 没有哪个干预 你知道我说 我只要谈念他 那把他摇摆长达 我只要我眼睛 我吃一口脱一口 闪闪对康帅的厌恶程度 让人不能理解 已经是有七年婚姻生活的夫妻 为什么闪闪会如此的厌恶康帅呢 然而闪闪说 这种厌恶是由来已久的 闪闪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 毕竟都是成年人了 如果真是被迫的 又怎能坚持七年呢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百姓条件决定 跟闪闪的母亲沟通一下 我说我是逢秋来 你认识闪闪闪闪是你女儿吧 断了 一边闪闪是你女儿子的挂 没有这样的牛 百姓条件试图再次拨通 闪闪母亲的电话 但一直都无人接听 所以闪闪当年和康帅结婚 到底有没有受到 来自母亲强大的压力 我们也就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婚后生活闪闪是认可的 不然为什么一直坚持 七年的时间呢 新社会不是旧社会 保管你 你说的我会详细吗 那么交代当时没有别处的 卖帽子让你亲眼见着 你如果行头没有交代法 我怪不得了我计作了 我不认识害 对不对 你把孩子果然在身上干吗 你省了一个 你就省了第二个 如果交代是你 你能这样子 夫妻这些会那么神吗 什么叫甘情 什么叫爱情 害你是不是这些 生成的那样的婚姻 正常就干掉了干净 我你说的 是你做错了 不要把这些事都推到其他人 我不愿意 对 面对百姓条权的批评 珊珊不再作声 百姓条权认为 不管婚姻是怎样开始 现在两人也有了两个孩子 不能再继续这样混乱的状态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是受害者的王军 就是什么态度呢 王军的态度有点让人不解 按理说 是被蒙在鼓里还可以说得过去 现在已经清楚珊珊的全部情况 她为什么还不愿意放手呢 但你现在为啥不退出 现在我怎么退 但是她现在在法庭上来说 她两个呀 如果是真正说这个男孩给你叫下去的话 她也不离婚 珊珊是不是在抓起来的 王军 你现在对你来给珊珊念头 王军说和珊珊举行 结婚典礼 她是花了很多的钱 如果现在放手的话 那她等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她并不想这样 于是百姓条件决定做做闪神的工作 珊珊的话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 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 康帅又是怎么想的呢 不知道是否是在赌气 康帅坚持依法追究珊珊的法律责任 对于康帅这样的决定 本来一直站在旁边的康帅的妹妹说话了 她想哥哥和珊珊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上考虑一下 最好还是不要把关系闹得太僵 你先考虑考虑压在嘴上 我没从我看见她就让她听着我罗里的康帅 我常常说谁也认识就 干嘛谈话呢 我没办完了 现在不在家里 交给自己在这儿 我知道了 他们两个人怎么从你说的 是的 当一段婚姻即将结束的时候 最受伤的不是两个大人 而是他们之间的孩子 百姓条权希望双方能够和平分手 两个人都能够错出让步 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点 我要是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 这个离婚收拾我不能给你钱 我钱了一会儿孩子不是没结都是没娘 是我作恶多端 那么看在那两个的份上 确实没有干净了 王九是一个守海者 那么在一个婚姻发行你们自由了 强龙的瓜也不骗 我应该给你钱 但是钱的间替者包 经过百姓调决的劝导 康帅首先 我给他服务 我可以说你服务 他是在台湾的本乡 你要服务的话 你说我听 你给我服务 你给我服务 你给我500块钱 珊珊表态 两个孩子都跟着康帅生活 每月给康帅500块钱 作为大孩子的抚养费 直到大孩子满18周税为止 对于珊珊这个想法 康帅也有不同意见 你早期能讲 左航线才把这个婚姻生结束了 我拿着 我拿着 你所说的意思就是让 小杉珊给你200万块钱 人家去办那个礼婚收续 孩子怎么办 他不要 我不可能你一发 给你拿着 我拿着 怎么办呢 这就拿着 最后 双方由于在孩子 抚养费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双方决定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孩子的抚养费问题 在此不管抚养费数额有多少 我们希望作为父母的康帅和闪闪 可以好聚好散 别让婚姻的破裂 带给孩子不可弥补的伤害